你怎么不结婚 我找不着 你总结了一下原因是什么 总结原因可能是我那个要求太高了 你的要求说来听听 是个男人就行 这个在求职节目上大谈择偶观的是小田 别看他一副嘻嘻哈哈吊耳郎当的样子 其实人家的来头可不小 他今年34岁 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生物信息学 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材生 毕业之后的他也没闲着 直接在大型互联网公司 担任了八年的产品经理 之所以来这儿 就是因为紧凑的生活过腻了 世界那么大 他想转行去看看 一直加班的这种生活节奏 可能让我失去了很多看世界的机会 所以今天我希望能有个机会 从头开始找一份文化艺术相关的 可以让我有一些时间 平衡一下工作和生活 又富有激情的一份工作 果然有实力就是有底气 一般人谁敢轻易转行呀 在咱的印象中 理科学霸都是正经严肃的 但这小田算是打破了我的认知 她的性格那是相当的活泼 才刚上来呢 就直接嗅了一段土味英语 惹得各位老板开怀大笑 心态挺年轻 谢谢啊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s a state of 忘了 哎呀我的天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别吃药了 忘了跟人说百合多了 有点自意了 不是我说 这不妥妥的搞笑女吗 一开口就是满满的笑点 难怪小田至今还单着呢 因为搞笑女 没有爱情呀 土力老师见状也是乐得不行 然后直接和对方开起了玩笑 土力老师也真是的 咱说归说闹归闹 人家的实力可不能去质疑 小田听了 更是来劲了 表示不就是学霸脸吗 谁不会呢 然后当即给咱们表演了一段 不料搞笑女说话都是自带笑点 不管她装得有多正经 说的话有多凄惨 最后的结果 依旧是爆笑全场 我可苦情了 我就那个七岁就丧父 然后 这也笑吗 你们有没有 人家说七岁丧父 没有用你这种表情说的 得亏咱知道这是个求职节目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喜剧节目呢 要说这小田的生活 也是很不容易啊 她七岁丧父 同时伴随母亲下岗 家里的钱也都给父亲治病花完了 最惨的时候甚至没钱买菜 只好去菜市场捡烂菜叶来吃 好在她现在的生活很幸福 母亲也重新再婚了 此时 咱徒雷老师就好奇了 既然母亲都结婚了 那34岁的她 为啥还担着呢 这话没毛病 咱这个单身狗很有共鸣呀 谁不想找个对象来一场甜甜的恋爱呢 关键是找不着呀 而且人家小田也不是没努力过 因为工作的原因 她倒是没去相亲 但她后来直接一股作息 干了票大的 竟然跑电视节目里相亲去了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非诚勿扰》 我就想到了一个特别高效的方法 就是上电视节目 那一次呢 看好多好多的男人 她说 你留了多少期呀 我待了六期 我基本上看那个靠谱的 就是都留灯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 她们都没选我 好家伙 原来真有人是奔着脱单 去电视里相亲的 我以为都是为出名而设计的剧本呢 不过努力 也不一定会有成果呀 待了六期的小田 一个男人都没捞着 涂雷老师一语惊醒梦中人 称 是不是因为其他女嘉宾的 颜值身材都很在线 导致竞争太激烈了 小田听完当机表示 不能够呀 自己那时候还有马甲线呢 而且她这脸貌似也不差吧 涂雷老师一听 直接翻了个白眼 表示 她问的是一起竞争的情敌们 我只看男的了 我没注意他们 你都不注意一下 你的竞争对手的吗 那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 也就是两人看着两人 别说 她这话还挺有道理 都去相亲了 谁还看女人呀 当然得多看看男人了 这边涂雷老师就开始搞事情了 指着节目的刘导师 让小田和他比比 有自信不 小田非常肯定地回答 当然必须有 那这就让人疑惑了 她这条件 不应该找不到对象呀 总结了一下原因是什么 总结原因可能是 我的要求太高了 你的要求说来听听 是个男人就行 得了 原来问题出在这儿呢 因为一般挑剔的人 都不会觉得自己挑剔的 这不嘴上说着 是个男人都行的小田 在被问到厂上的酷老板怎么样时 立马就嫌弃别人 太瘦了 其实他也有过几次恋爱的经历 只是自己工作太忙了 连个约会的时间都没有 本来他以为京东加班算多的 结果跳槽到阿里后 加班更严重了 每天都是11点才回家 哪还有时间去恋爱呀 一位周老板表示 IT行业不应该有很多单身男士吗 难道就没有一个看得上的吗 虽然单身多 但他们基本上就比我小特别多 不能接受比你小是吗 不是不是 是他们不接受我 果然恋爱这事得靠缘分 哪怕身边有很多异性 看不对眼还不是照样担着 虽然脱单很难 但小田也没打算将就 他对待感情非常的认真 也一直有一个嫁给爱情的梦想 这闲话扯了一大堆 面试终于回归正题 涂雷老师问起了小田的薪资要求 你要求薪资多少 8K以上 你上一份工作 在京东和阿里 你是多少钱一个月 22K 那你现在降这么多啊 我对屋子生活要求不高 按理说 这跳槽后工资都是往上涨的 他倒好 自降一万四 不过他还是有一些硬性要求的 就是工作地点必须得在北京 然后时间尽量自由一些 好方便他去找个对象谈恋爱 岗位也最好是活动执行 他这话一出 直接让图雷老师傻眼了 你干过活动执行吗 你不一直干产品经理 是 但是那个比如在公司的年会 还有之前那个学校里的 一直都是组织各种活动 为什么不太延续下去 这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34岁突然转行 到底值不值得 厂商的老板们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大多数人还是对小田表示了赞扬 因为人为自己而活 确实没毛病 再说了 因为兴趣而放弃高薪工作这种事 可不是一般人敢做的 关键人家小田是内外兼修 能静能动 那种几万字的活动策划 他静下心来也是可以写的 但图雷老师打死也不相信 他能够安静下来 然后小田为了证明自己 当场就演唱了一首九儿 来展现他的淑女 手边的那片田野啊 手边的刀花儿笑 高粱手来红满天 舅儿我送你去远方 有一说一 他这歌唱得还真不赖 看来搞笑女正常起来 也是可以文静的 一旁的酷老板也表示 大大咧咧只是小田的表象 好用来掩盖他内心的丰富多彩 接着AI大数据分析了他的社交数据 他的社交媒体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我超级无敌想有个男朋友 和他最匹配的老板是 春光里产业资本集团的杨首斌 简直就是大型射死现场呀 看得出他对脱单是有多迫切了 不过这些小细节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最后有七位老板留灯了 很明显 这些老板的非常喜欢小田 纷纷亮出了自家的优势来拉拢他 尤其是一位陈老板 直接使出了杀手锏 我们给到的岗位是 深度孵化导师兼合伙人 那么自由的工作时间和自由的工作地点 无限期加期 这不就巧了吗 一份偏自由的工作正是小田想要的 别说这位陈老板可真是够厉害的 那是一招订输赢呀 如此优越的待遇 谁能不爱 小田自然是果断选择了他的公司 看了这么多的求职节目 这算是最完美的了 虽然小田的情场很是失忆 但好歹这职场非常的顺利呀 说句实在话 34岁还敢于从零开始 这勇气确实可嘉呀